各位观众朋友们才关心今天的天气 那么今天的这个天气重点 还是提醒大家 我们台湾持续受到西南风的影响 所以在被风测 北部跟东南部地区 仍然相当的炎热云暖很少 那么在中南部迎风地区的话 是有局部的短暂震雨 而且下雨时间不是局限 在这个中午过后 就连白天这个上午的时候 也会有短暂震雨的机会 那么礼拜天的话 风面雨气接近 雨气整体来说还会再转趋不稳定 降雨几率都还会再提高 那么今天也要跟大家介绍 就是来自于这个一小时看懂气候变迁 可以看到今天的主题是 臭氧层稀薄化 其实就是我们常听到的臭氧层破洞 上面这张图是正常的情况 就是在平流程的底部 其实是有一层薄薄的臭氧层 它可以抵挡来自于外太空的紫外线 那么同时它也有类似像温室气体的效果 就是在夜晚我们这个热量散衣出去的时候 其实也会受到这个臭氧层的一个吸收的影响 那么在下面这张图就是受到人为因素的影响之后 可以看到因为我们人类排放 这个像是冷气机的话 就会排放浮氯碳化合物 所以这个就会减少大气中的臭氧的浓度 就造成这个稀薄化 或甚至我们所称的这个破洞 就会造成从外太空进来的紫外线的量会变多 那么这个紫外线对我们人类或是一些生物 其实是有一些这个影响跟伤害的 所以会造成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不过因为凸氧层气波化 也会造成我们从地球散衣出去的热 也会这个增加 也就是说也会有这个冷却的效果 所以一方面又会增温 一方面又会有点降温 但是到底对气候变形来说 它会是造成增温或者是降温 还没有定论 因为这中间还有相当复杂的机制 只是说还是要特别注意 我们人类是排放一些 非自然的这个物质到大气中 还是会影响到 未来的一些这个气候的一个变迁跟发展 那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 来看一下云图的话呢 我们台湾持续受到西南风的影响 所以银封面的中南部地区 云量还是稍微比较偏多 甚至在清晨或是夜晚都还只有短暂的争语 那么封面云气的位置还是在比较偏北边 银封面的这个被封测的北部分都漫步 云量就比较少而且相当的炎热 那么预计这样的天气会持续到至少是礼拜六 但是在这段过程里面 北方的银面云气也会持续的南下 预计礼拜天礼拜一就会相当接近 我们台湾整体的不稳定度会上升 降雨几率都会提高 到下礼拜二的时候可以看到 银面云气南下来到我们台湾附近 并且在这个地方滞留 所以我们台湾到巴士海峡这附近 所以整体来说这个天气的情况会变得相当的不稳定 降雨几率都会提高 而且甚至会有局部比较大的雨势发生 所以一定要特别注意下礼拜的天气 相对于这礼拜来说是更加的不稳定 那么来看一下这个降雨的区域的话 到礼拜六之前都还是我们中南部地区 银封面了夜晚到清晨 有这个海陆风跟西南风对流 所造成的这个局部的这个阵雨 那么在白天的话呢 在我们的内陆地区呢 也会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阵雨 北部和东半部的话 降雨几率就比较少一点 另外来看一下在这个未来的降雨趋势的话 礼拜六之前呢 降雨的这个趋势都还不是太明显 就是我们刚刚所提到的中南部地区 是主要银封面容易下雨的地方 但是量也不是很多 礼拜天到礼拜一的时候 风明云星来下 整体的不稳定度提高之后 全台湾都有下雨的机会 而且下雨的量也会有这个小幅度的增加 另外来看一下在气温的部分的话 北部低温大概在26到28度 中午高温呢 可以看到礼拜五 这个礼拜一之前还是比较热 尤其是礼拜四礼拜五 中午高温都还是有37度 那么在其他的时间的话 有这个35度左右 礼拜二开始会稍微的往下降 因为风明云气滞留 在我们台湾上空 雨量变多了 中部有类似的情况 我们中部低温大概在26到28度 中午高温32到34度左右 下礼拜也会稍微的往下降 另外在我们南部 低温大概27到28度 中午高温也只有30到31度 一样下个礼拜风明云气影响 雨量变多之后 也会略微的一个往下降 所以提醒大家 这个礼拜六之前相对来说 可能都还算是稳定的 除了中南部有局部临行短暂阵阵 那么下礼拜的话 风明云气南下赤流 整体的降雨几率都会提高 也要留意这个局部比较大的雨势 以上就是今天的天气 我们明天再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您也遇过以下状况吗 除大太阳的好天气 准备看场期待已久的演唱会 表演还没开始 雨丝却开始飘下 甚至还变成胖脱大雨 其实您可以避免这种状况发生 您也曾为阴智不定的天气所困扰吗 快来找我们 办活动的最佳选择 可知化天气预报 我们下期待会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